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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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晚的《祖着仙机》 赛事马不停提,紧接着 今次是来着星期六上演 因为星期日有这个愚羊转播 亦是母亲节 今次跑了第70次的赛事 已经来到 5月13日 有10场的沙田 全部都草地了 今次会采用这个丝跑作材 一点正就开跑了 先看看赛事的图 有很多的图程简 1000、1200、1800都有 另外也有很多累积多保 今次先讲讲 3T有130多万的累积多保 另外六环彩六保奖 也有超过230多万 与此同时也提提大家 有退出马 新鲜滚耳辣 收到的 五场六 这只进黄宝退出比赛 保育的马就是满载归来 骑士颁得礼 讲开一些骑士 也看看今次又选了哪两位 今次博了两位华将 昨晚潘顿做了骑士王 全黎地 今次我觉得赛明啸和何扎 那手马也值得博一下 先跟大家讲讲 赛明啸 首先他跑足10只 当中有些马也近方挺好的 例如上周赢马的羊羊大道 保安威也上次上了名 后面加州王者 甚至街福区 我觉得都是叫户马 何扎的那手马更加强 金枪武士 甚至欧洲传奇阳明天空 前面烈火进马也是有机会的马 所以我觉得这两位华将 大家都可以计计一计 就算最终成为不到骑士王 有些Q 甚至迫到一些Win 都不错 另外讲讲停赛 受伤骑士 停赛是稀威心的 受伤也是杨明伦 但其实他已经操马 很快都已经可以再上阵了 至于连马斯方面 其实都好像更均小一点 你知道星期六的人赛事 又有港澳杯 看起来天气 就好像真的有些简冲有骤雨 到时真是执生 希望雨势就不是太大 看起来选了哪两个马房 选了高东尼和呂健威 看起来他们的阵容 二、三场是四班千二的拆组 五、六场是四班千四拆组 高东尼出马阵容都相当多 都要尝尝 另外呂健威马房 你数下去 营造创科 金枪武士 超好日子 包装智威 后面的两只 座宅的两只 欧洲传奇 和阳明天空 起码这些都是实力的叫呼马 其他特别东西不多 看马 由头场赛事看电影 头场赛事 跑五班千八米的路程 三只大帽子的马分别有五匹 配备改动五毛马的飞池 初代交叉避箍 札利照旧 十二的碎南 札利照旧 另外就是重大环形康铁 十三号胜出魅力 避箍有了 札利也有了 初代面箍 先看这只熊荔蛇 基本上它的状态 其实长期都挺好的 难得来到这个水位的分数 虽然一把年纪 但是进地一步 希望都可以交代到 十岁的老马 这只熊荔蛇 前日早的快跳 那个场地也有些变化 濕重一点 但是无了它的走势 你看到马走势 顺畅、轻松的 姿态挺好的 接着看 刚才看十岁 现在三岁 这只活力多多 差了很多年纪 这些可能不是五班马 你也知道它的头段会比较低 我觉得是五班比较好 这只果然俊 它下来五班也连长接近 还是有少少失望的马 但是这一组对手真的不兇 它神祖不是很起眼 整天都会比较链 不是很圆袖 有点懒胜 红腹之王 转了马房这样跑 都可以上得到名 老实说 我觉得上次赛前的试集 都挺普通 但是结果它都能上名 我一样 这只飞驰 审习成今次 不是很多报名马 交了一个交叉鼻孔跳 但是马跟着扣女 收停、掉头 它仍然有些抢后 前面是妙玲珑 其利断金 有时遇到一些较为年轻的马 刚才说的果然俊 活力多多 这些是纯粹碰运气 摇抹底质 看看会否可以 看看这组试集 都有几只 今次有份跑 首先 守住第二位 是红运派财 中间六三百 是巴基之友 外面 天下有才 最出是幸运飞弹 尾尔奋斗传奇 这组集 五月初试 约磨十日之前 我们也看过 这组集 就是看那只 幸运胜区 昨晚都顺利赢得到 天下有才 中路大概第六位 大力推骑 这组集的马就不多 巴基之友 三个战步过了它 那只马 是神操之星 巴基之友 你别认为 它试得很好 它整天都如势劲 外面是跟跑 幸运飞弹的马 那伤患底 要先查了 你说神操跳 我都觉得它 算是挺活躍的 但是有那些伤患 我便 你赢得好像不奇怪 突然之间不见了 都觉得不奇怪 是啊 这只也是 对 对 对 传名症 跳它当然没问题 虽然有点缩了耳朵 就是走势也有力 好了 幸运飞弹 不过以前觉得 真的没理由一只 五班马大跑一下 其实好像有点定型 上次第三 其实威胁不大 你说这样 撞到慢跳 又不是很差 这只黄金风促 都是苗里德那些年轻马 但是一直都适应 都不一样 下到场 都十几名 跳也不是有什么转变 这些马就 好像都不一样 接着看看 从所缘 就转到丁冠牢 跑过了 希望就不是一只五班马 那么水 但是又是那些伤患 你也要先查一下 这只瑟南 也是昨天早上跳的 它是摸着一条蓝 但是感觉也好像 不是太过顺畅 入直路也换了三几次脚 但是它有一个积极 至少近期 以五班马来说 它算几准 升出魅力又如何 其实我们之前看过 当家精神在外面 韦达士近镜头 就是升出魅力 其实拍下去 我觉得它不太差 基本上它的状态 是一直保持得挺好的 再看近镜 今次是这一货班德礼士 就是八号招钓 同事的对手就游游我心 那只马也有得跑 就是第四场 当然两只性能不同 那只是短途马 这只是中距离马 好了 齐喜 我觉得那只马好一点 不过 好像不是今天说 好像早两场也是这样说 但是也不知道 放不放得出来 又能否留得到 太多变数的东西 头场的赛事 是五班千八米 说真的 赛事那么频密 你说 就是研究得很仔细就骗你了 其实 都是看一些神粗 觉得它们跳得好 那就选哪些马 那我就拼了那只二 这只活力多多 这只马 我之前在四班 都选过它一次 因为我认为它 不是一只建杂生 能够发挥到的马 那这些马 它其实在四班 都已经近下近下了 那我有一次谷草 想选它 就是巴道跑 结果那次就不良愉行 就输了 好了 辰转到这个班 我就觉得 它和那只逐步赢 是很接近的马 宁愿早点在外面踩 慢慢上来 可以吃得到这只五班马 这只活力多多 其次 我觉得它好一点 就是十一号马的重所缘 但是这些马 说它跳得好一点 但是我也不敢拼 它是曾经 带过呼吸仪器的马 所以这些马 大家有分头 不妨四重彩 千万不要找它做重心 是 因为你有揣名底 又或者刚才所说 就是查过那条戏 那些 你跑到千六或千四 其实千四以上 你都真的有点害怕的 当然要搬家应正应 那些超班例子 没得好说 但是路程不同 我刚才你选一只 就是三岁 我选一只就是四岁 果然俊 可能两者比较 就是果然俊 叫做较为有更多走势 你看得多一点 因为它真的不可能是一只五班马 如果你说走出来 又或者人家一落地 来到香港的时候 已经这么快 交到好的表现 前一次是沙田 上一次是谷草 也算是跑得好 虽然有些场合 威胁性不大 但是有时越弱 开始越来越贵 就越来越弱 那些对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这里赢回 但是我相信 二三两只马 如果今年一路下来 健康各样东西 上回四班都没什么问题 另外就是十二岁的岁南 好像叫做稍为好些 上次制御形势真的太差 张志立跑得 这个骑士跑得好 这个一定要留意 好了 头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